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到咱们会员专享翻牌节目时间了 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们先做个硬广 3月17号到22号 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南京 扬州 镇江 这三座古城去游学 古人说的特别好 烟花三月下扬州 当然了 古人说的烟花三月 实际上公历应该是四月 咱们等于提前一个月 去尝尝阳春面 这三个古城非常有名 南京六朝古都 扬州自古文章锦绣地 温柔富贵乡 所以都有哪些景点 这就是什么名校龄 中山龄 什么大明寺 史公祠 什么镇江三山 这就不用我一一展开了 在这跟你介绍了 到了那之后 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 所以欢迎大家参加游学活动 如果您想去 点击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期待跟大家同去 那让我们来看看 大家最近在这个节目里呢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会员朋友 XTREM 这个ZERO问了个问题 说欧洲时期啊 当僧侣又没有什么限制 半路出家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什么时候出家都行啊 说啊 甭说你半路临死了 出家都可以啊 这没有什么限制 你包括中国就是除了这个杜蝶之外 你对出家人 这个人的身份 也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呢 就是说你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你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说你这个家世比较这个清白的这种人 你都可以出家 当然你说你 比如你跟人有债务纠纷 或者你杀了人了 你说我想逃到这上帝的殿堂 寻求保护 这不行啊 在中国古代 这也不行 其实对吧 你别看水谷传了 鲁志生大死人就出家了 其实他不可能 那这寺庙成什么 成逃犯的 这大本营了 那不是 是吧 就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会员朋友 爱VY上官 问了一个问题 你能讲一下 攻城掠地的区别吗 这你应该问云老师 这你应该问我 攻城就是攻占一个城市 掠地就是占领土地 尤其不明白什么叫掠地 掠地就是占人的土地 把人土地 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 是吧 那不就攻城掠地吗 不就干这事吗 这有什么不明白 然后会员朋友 MARCUSWONG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关于宋朝后代士大夫 是不是除了宋太祖的祖宗家法 不杀士大夫 及尚书严世者以外 还有当时的国际环境 有辽和西夏两个政权 一旦士大夫觉得朝廷亏待自己 就可以用脚投票到他国效力 有这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宋朝的时候他打南唐 就因为南唐世人繁若水叛变 假装钓鱼测量长江水道 把这情报报告给北宋 北宋大军南下才能灭南唐 哪睡神哪睡险 他才能渡江 因为繁若水屡市不地 所以繁若水一气之下就归降北宋 而且北宋他也有这种事 你像张元吴浩不是做了西夏国师吗 张元尤其是张元为李元浩建国 是历下的赫赫功劳的 所以他们也是因为屡事不地 一气之下就投奔了西夏 也有这个原因 但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太祖皇帝的 世卑客不能杀士大夫和尚书严世者 太祖皇帝这么做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以文制武 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个会员朋友 PESTOKAILA 说皇帝下罪己诏 是朝会宣诏 还是行闻全国 如果这个只是朝会宣诏 是否有博青史之名 图自己人乐 是搬行全国 是搬行全国 所以后边你那问题我就不念了 是行闻全国 要让天下百姓 全都得知道 皇帝这个下罪己诏了 就是搬行全国 他也是博青史之名 图个乐 这个在寻记万聊里 讲过这个罪己诏 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会员朋友 RAINMEL 问了个问题 说近代海战 有什么交战规则吗 看哈特二战实力 有描写 英国军舰被击毁 1300 400多人死亡 日本中途岛也有与建同臣的行为 那么海战中必须要消灭吗 太财狠了 海军不是国际军种贵族气质吗 不是 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军舰被击沉 然后比如船上的官兵就全都死了 你比如说那个 像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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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胡德号被击沉 是吧 只有三个人活了 其他人都死了 那个太正常了 在北大西洋那样的这个海水当中 人最多能够存活不到20分钟 是吧 那那那那将近零度的海水 是吧 四度几度 人泡的最多 你救援不及时就完蛋 是吧 他那个船一打爆了 整个的船爆炸了 迅速就断了 就沉了 是吧 匹斯曼号也一样 没救上来多少人 包括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 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 他也是这样 是吧 所以你在那茫茫大海当中 那把船炸沉 那人掉下去了 他还管什么风度不风度 对吧 那那有什么 那我打仗的时候 我不能先救敌人 我得先救我自己 我得保护我自己 所以船沉了就很正常 至于你说那些个训舰的 那些个将军 什么的舰长 训舰 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 现在已经不这么干了 现在是 如果这个军舰沉了的话 舰长要最后一个撤离 但是你必须得撤 你要说我跟这军舰一块沉 那你不但不是劣势什么的 说不定还要是有军阀审判的 这不叫什么交战规则 这是传统 这个你比如说什么飞行员 跳伞都是不能打的 那打的多了 是吧 打的多了 再说就是飞机用不着打这飞行员 你也打不着他呀 他那么小 说啊往下掉 你拿什么打的 那机炮弹打不着 可能掉地就被这个什么 这农民拿锄头就给锄死了 这种事多了去了 真到打起仗来的时候 谁还顾得让什么 龟子 都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是吧 好啊 那这个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 下一期呢 看会员朋友们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接着翻牌 谢谢会员朋友们